今天要分享我吃素 说三故事邀约人吃素 早晚订课的感应故事 我本身有气喘 地中海平雪跟脖子上有险的问题 一年多以前妈妈带领我和妹妹吃素 这中间虽然会有家人 吃素没营养的意见 但我们一一的去克服很不容易 也让家人知道吃素的好处 因为吃素身体变好 早看医生 每次检查报告都平稳 我身体本身就瘦弱 吃素一段时间胖10公斤 气色变好 念了药师机一段时间 有一天我在厕所订职前 大叫妈妈说 妈妈你快来看 我脖子上的险全部都脱落了 记得当初皮肤医生 说如果要擦不掉 未来就要用雷射除去 但像妈妈听到都很担心难过 我听到了也很紧张 后来吃素面剂一段时间 这些感应的显见出来效果变好 以及气喘之前都有用噴剂控制 但只要冷天感冒就会诱发出气喘 我受过气喘的发作是很痛苦的 发起十几秒钟 咳嗽就像有龙掐的脖子不能传气 感觉我咳到心脏快要挺 妈妈担心的睡不着 真的很感谢妈妈 不行时就要马上送医院急诊 现在吃素学佛 邀约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吃素 想上知识故事分享给大家 我的气场看医生 减少也很少在用盆济 感恩赞吃三宝的加持忽悠 让弟子有福吃素学佛 也以微博之力 尽力推动建杀户神 自利利他 感谢跟各位师伯分享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